2020年12月25日,耶稣,所有人都被上帝爱住,看住,理解和接受,传导John's Moment。 上帝就是一,你们的每个意识火花都是一,一与上帝同在,一与你们同在,不存在分离,然而,一种分离的幻觉却是存在的,所有存在于形态上的人都把它视为了现实,但只有当他们选择沉浸在其中时,它才会如此,你们可以自由地随时随地中断这种分离感, 但是,由于你们的集体选择建立的幻觉是如此精美地被设计和建造,记住,当你们被创造出来时,上帝就向你们灌输了他的一切,一旦你们沉浸其中,他的表象物质的坚固和肉体形态会不断地向你们重申你们的信念是真实的,而这种信念是需要被消除的。 有些人成功了,例如佛陀,老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终生都遵循着灵性动机道路,有些人变得非常明智,并让自己受到爱的引导, 而这种爱当然是母神、父神、上帝、源头、一切万有的神圣能量领域的爱。 当某个人在死亡中放下身体形态时,他们会立即意识到死亡只是幻觉的一个面向,然后他们会花一些时间去沉思, 尽管你们存在于形态时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存在的,去沉思当他们得到了爱的指导并对他们现在希望做的事情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是有着无限多种选择的。 一些人选择体验另一种形态的生命并轮回,而另一些人则选择摆脱形态所强加的限制。 无论做出哪种选择,这都是很光荣的,因为你们始终拥有自由意志。 现在,随着许多人接近觉醒的时刻,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生命是永恒的,死亡不过是一种过渡。 这种意识对他们而言非常鼓舞和振奋人心,从而鼓励他们在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间的交流都只会有爱。 正如我之前告诉你们的那样,这样做是帮助他人觉醒的最有效的方法。 爱总会遇见他自己的,因为除了爱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当那些非常有意识的选择只去爱所发生的事物的人遇到尚未这么做的其他人时, 就会激发那些人内在的爱的火花,即使他们不知道爱的交换已经发生了, 但这也会把他们带到觉醒的时刻,人们收到的那些爱的推动会一直累积, 他们永远不会丢失。 你们所有在阅读或收听这则消息或其他类似消息的人都被推动了很多次了, 这就是你们寻找这类消息的原因之一。 我们都是一,我已经重申了很多很多次了,因此每个人都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如果这效果与爱不对齐,那它就会在适当的时候被溶解、释放或丢弃, 因为它什么也不是。 当这种效果与爱对齐时,它会与人们已经经历的其他爱的效果融为一体, 从而加强和增强了他们加入集体觉醒的意图。 停留在未觉醒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例外,一切都将觉醒,并知晓自己就是一。 然而,一个实体选择觉醒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 爱的源头,一切的源头不会去给压力,他们也爱去接受每个人,就像你们一样。 无需担心或焦虑谁没有灵性意识,谁完全专注于形态中的物理世界, 他们会遵循自己的觉醒之路,因此不要尝试去宣教, 因为这很可能让他们感到反感,并很有可能延迟了他们的觉醒。 仅向那些有特殊要求的人提供指导,因为任何企图把任何人转变为你们的信仰或观点, 而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都是纯粹的自我主义,从长远来看,这几乎是无益的。 你们不知道对另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最有益的, 因为作为一个人类,你们没有与他们一起体验合一的状态, 因此无法了解他们的思想或知晓他们遭受的创伤。 当你们沉思、冥想或只是在自己神圣的内在庇护所中放松时, 你们可以做的就是向他们发送爱,因为你们允许爱来拥抱你们, 所有人都被上帝无限地爱住,看住、理解和接受。 当你们打算发送爱时,那一刻你们正在与上帝联合, 你们再也不会去采取强烈的行动。 当你们去爱时,相信上帝,相信自己的内在知晓,相信你们的直觉。 如果是恐惧、焦虑或愤怒,那不是你们的直觉,那是你们的想我。 在这个圣诞节期,当你们要庆祝我的人类出生并送出礼物时, 就送出对一切的爱和宽恕吧。 这除了是一个庆祝的时刻以外,这也是人们因为经历季节性的不堪重负的事情和所有正在升起的新认识而确实感到非常有压力的时刻, 当觉醒越来越接近。 去感恩吧,去释放吧。 当然,那些怀着热切期待,等待着觉醒的人会怀疑,我们真的会觉醒吗? 如果我们没有觉醒,那该怎么办呢? 我不会让自己怀疑,然后他们经历着其他类似的压力诱导思想。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集体觉醒真的迫在眉睫了。 因此,当你们进入12月24日和25日时,请彻底改变你们的意图,让爱的永恒礼物来拥抱你们,让你们安心,一切都很好。 因为你们提醒自己,神的神圣旨意总是会完美地实现的,然后与亲人们欢喜地庆祝我的诞辰周年,无论是身体上的庆祝还是通过互联网庆祝。 当你们在这种压力时期与他人一起庆祝时,你们的爱会必不可少且非常有效地展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在这里的原因,你们亲爱的兄弟,耶稣。